近來在中國,通過膨脹這隻老虎已經出籠,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前些日子出現了全國性的搶炎風潮。 這兩天呢,又出現了在蘇州上海出現了搶購日化用品的這麼一種風潮。 請問何清漣女士,究竟其中的原因何在? 前兩天的搶炎和這兩天的搶鉤生活用品不是一回事。 搶炎是出於日本的福島、核危機以後的傳言,中國人的傳言能夠治療這個浮射。 那麼這搶鉤生活用品才是通戰預期引起的。 這個通戰預期也不是從去年開始, 其實如果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看呢, 從2006年開始,中國的生活用品一直處於一種持續上漲的狀態。 而且這個上漲的幅度和這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完全不一樣。 老百姓感覺到生活用品的上漲幅度遠遠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消費者價格之初。 到現在為止,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通戰率也就是百分之四點幾到百分之六之間。 但是老百姓呢,從這個採米油鹽,就是蓋子,還有汽油等等。 這些常用生活用品來看呢,他們認為已經超過了百分之百。 某一些用品就是豬肉,雞蛋,甚至是百分之一百五十。 所以呢,在這個同時期這一段工資上漲幅度很小。 然後政府呢,又持續地超量發行貨幣。 所以在這種很強的通戰預期下面呢,這種搶購行為估計還會不斷地發生。 因為通戰呢,帶給各個階層的生活壓力是不一樣的。 嗯,根據目前我查到的一些資料呢,是這個日常生活消費品啊,上漲的幅度最大。 但是中低層的消費呢,主要是在這個日常生活用品。 那麼對於這個高收者來說,他多花點錢,買點什麼米啊,油啊,他壓力不大。 但是對於那個貧困階層來說呢,他們平常那個僅有一點的收入都應付這些日常生活消費。 所以他們就感覺到吃緊。 我估計呢,如果通戰今年沒有像這個央行,周小川,許羅德那樣,一定要壓下去呢。 嗯,估計這種搶購空槽還會時不時發生。 因為中國現在呢,是一個什麼社會呢? 是一個困擾型社會。 困擾型社會呢,這個社會呢,就是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呢,就是信息不對稱。 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政府掌握全部信息,老百姓呢,得到的信息很少,不完全。 還有一個呢,就是整個社會的矛盾已經不能夠通過所謂發展經濟,或者解決底層社會已經沒有上升的渠道。 在這個情況下,很容易受各種各樣的傳言的主導。 那麼只要哪一個地方呢,有一點洪水草動,可能呢就會發生這種種種不理性的行為。 比如潛購鹽啦,還有潛購生費用品。 所以,之後再寫下範圍。 請多個挑戰資家去今集中 身在不及操作手上。 signature筋子來加上範圍。 經過一部門新的曠困圍。